我今次要講一個經歷 原來邪靈也有力量 我家裡有個姐姐 有一次她經歷邪靈 話說我去完教會 聽完那些道或者靈界的東西 我回家就一定告訴家人 那時候我就告訴姐姐 我姐姐聽了就很入 聽完就聽故事睡覺 那晚就來了 那晚馬上就經歷這件事 我睡得很軟的時候 我靈裡面就叫我起床 救命救人 我是整個人彈起 一彈起我就見到我姐姐就疯了 說不出話 想說說不出話 我當然一定知道是什麼意思 一定不是她說 因為她叫救命 因為她口說不出話 是呀是呀 靈女 你聽到 我後來問我姐姐 我姐姐說她已經被人敷神 她叫不到 她在想 叫阿妹快點起床 救我 她想 她在想 她在想 叫我 那我就馬上收到 收到 因為可能是我們靈女相通 收到 有人呼救命 叫我 我就彈起床 一彈起床 然後我姐姐已經被人敷神 說不出話 整個人都硬了 我就知道邪靈在搞妖 我在教會也學了 然後我就幫我姐姐拘邪靈 那我就用祈禱 用謊言 去祈禱 那個邪靈就出來 那個邪靈出來 是我們以前 我們在教會經歷的邪靈出來 就是吐而已 那個人吐 或者叫 哭 那個邪靈出來 她不是這樣 她是走 她是很生氣 她本來我們這間房 打開門 她就很生氣 很大力地 關了我們這道門 我就知道她走了出廳 我當然不會放過她 我就想去出廳 繼續趕她 不讓她在我們家裡 她就很壞 她就去了我家裡 我的廳裡有個櫃 裡面有個錢瓶 上面有個錢瓶 那錢瓶是栽滿了錢 很重的 那你風是沒有理由吹得 有幾大的錢瓶 都有這麼大的 就是你風是吹她 不會倒的 因為栽滿了 你除非是有人拿起來去扔 那她就把我們的錢瓶 打爛了 打到碎了 整個地下都是碎銀 那我姐姐就掃 那我就繼續去驅逐她 那方而討過捆綁她 要趕她 吩咐她 不可以再去 在我們家裡 聖靈潔淨 去補給我們 那晚我姐姐 是完全 經歷了我 邪靈那件事 在她身上 她經歷到 是這麼真實的 又打爛她 又關門 那時候我姐姐 信靠了耶穌 就是這樣 我姐姐 跟著我回教會 就是看得到 邪靈那種真實 還有她是有能力的 是啊 很真實 是有能力的 她的能力 她真的可以 假扮她的門 就是好像人家發怒 假扮她的門 關門 很大力的 關門 這樣 然後 然後她還可以有 她的能力 就是 移動一些東西 這樣 移動 如果不移動 我們那個前鞅 怎麼會 這樣打爛了呢 是 那個前鞅 也不是放在櫃邊 是嗎 不是啊 那個是有 那個櫃 不是 她離開的邊 有多遠啊 那個前鞅本身 其實那個前鞅說 她的櫃頂呢 她是 那個櫃頂裏面 是 套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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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欄 有個欄 就是她直接把它拿起 是的 所以那個前鞅是 前鞅離開桌 櫃邊有多遠啊 你用手 示範一下 如果是 譬如櫃這麼大 這麼大 裡面 就有這麼高 就套進去 那個前鞅 就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坐了 可能那個前鞅 就這樣露了少許 就是有個變 就是三分二 就是坐了下去的 嗯 三分一 就是這樣露出來的 那麼那個前鞅裡面 就是全部 碎銀來的 很重的 是啊 就是這麼重的東西 風一定是移動不了 是的 這樣 那麼你風移到 一定是 有東西去 有個力 這樣拿起去 扔它落地下 它才有這個 這個情景是發生的 是的 就是看到邪靈的真實 不過也都看到耶穌 是厲害過邪靈的 是的 奉耶穌命呢 可以趕走邪靈 是的 那我是呢 是當時完全不害怕的 我好像是追 要要要要要追 追著它 趕走 我是不可以 被它留地步 在我們家裡的 這樣 我是很有信心 還有祈禱 它是走的 逃走的這樣 然後 然後 就是 它打爛了我前鞅 我又很生氣 我也不放過它 我就是祈禱 一路去趕它 去吩咐它 不准進入我們家裡 那就 再沒有這些事情發生 好 感謝祈禱 榮耀歸比主 謝謝耶穌 作詞曲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做詞 李宗盛